蔡建新为了特定的放款对象 量身定做不是吗 请问蔡建新 你为什么要修改内规呢 合计一共19亿 就从合库AMC就搬钱出去了 贷款的73% 几乎全部都贷款在高雄 坐地分赃呢 这是不是一个政治家族的进软呢 这是不是可以为了特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治的政党来服务呢 一共6件 额度就61亿 2300万 平均一个案子都超过10亿 大案子 主管机关似乎完全都在状况外 不当的人事任用 还有不当的放款 有没有搬钱 有没有无鬼搬运 立刻测查 整个政治家族 自身在公股 的子公司 为了要总统大选 从原来 必须要经过主管机关核定 然后再放宽 放宽到 他只要去申请重建就好 不行哦 再放宽 四个月后再放宽 放宽成 只要被划定都市更新地区就可以 好这就是整个蔡建兴为了特定的放款对象量身定做不是吗 好我跟大家报告 核酷金控在110年12月底完成修改之后 立刻 立刻有一家公司叫做喜桥建设 这家喜桥建设 立刻在他完成修改之后呢 就向核酷AMC去申请一个都根的垫付 也就是去贷款了 而这个贷款当时第一次被打回票 因为有人觉得这样子不妥 因为他连申请都还没有申请 而且金格非常的庞大 没想到喜桥被打回票没有多久 立刻在同年的二月份 同年的四月份隔了两个月 又再提出贷款申请19亿元 申请19亿元 而且离谱的是 当时仍然没有去申请都根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要在前一年的年底去修改内归呢 请问蔡建兴 你为什么要修改内归呢 修改内归之后没有两个月就有一个喜桥出来 来做申请 当时里面就有人 还有其他的相关董事 觉得风险太高 给他打回票 然后喜桥回去之后两个月内 从整部队 再来他当时用分割的方法 也就是他贷款金额稍微的下降了一些 但是问题是他还是没有提出申请 而且离谱的是他还没有提出申请 一个都根案在没有提出申请的状况之下 立刻给他多少钱呢 9亿6千万 立刻套现9亿6千万 我想请问 哪一家银行在做都市更新贷款的时候 还没有申请啊 业主都还没有申请 你就敢给他9亿6将近10亿就把钱搬出去了呢 这就是合库AMC 而他在送件之后 他只是送件 合库AMC再给他将近10亿 给他9亿4 合计一共19亿 就从合库AMC就搬钱出去了 好 这个是喜桥建设的部分 然后跟大家报告 因为蔡建新的这个家族啊 我们刚才讲到 他曾经当过高雄市的议长 他曾经担任过林戴化委员 他的竞选主委 也因为这样 他可以被筹拥到合库AMC 而他在高雄市 这家公司 过度集中在高雄市 光是高雄市就占了 他所有的贷款的73% 几乎全部都贷款在高雄 我刚才讲 因为包含他另外有一个10 一共12亿 12亿的高雄汽车客运公司 唐美带给唐哥的公司 也是在高雄 他其实很多都是集中在高雄的相关的公司 甚至还有贷款有钱科的人 那么为什么这个公司可以把他73%的业务全部做在高雄 所以今天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一个坐地分赃呢 这是不是一个 视为就变成是一个政治家族的进软呢 这是不是可以为了特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治的政党来服务呢 这个不是很可疑吗 一家公司 百分之73%的业务全部集中在高雄 大家都知道 有关于都更 应该不是北部的非常多吗 为什么你在北部做的案件那么少 但是几乎集中在高雄 而且跟大家报告 集中在高雄 我刚刚看到 一共六件 六件额度就61亿 2300万 可以看到没有 平均一个案子都超过10亿 都是大案子 都是大案子 这就是蔡建兴的合库AMC 然后另外 我要特别 跟金管会 来喊话 如果财政部 金管会你们还讲说 他的绩效很好 今天是吹哨人 看到这样胡作卑微 赶快来跟我们 来检举 未来 这些相关的贷款 会不会出现问题 暴露的风险会不会太高 主管机关 似乎完全都在状况外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关于金控公司转投资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营运原则 金管会对于这些相关的管理极为松散 他只是用一个营运原则来做规范 而营运原则只是说 第一个AMC办理垫付款项 也就是你去垫付资金或者买不动产 合计总额是以他的净值七倍为限 所以你只要不超过你净值的七倍 我也不管你 第二个 也就是他会把这些相关垫付款以及信用曝险的案件 把它并入银行法第72条之二规定限额控管 也就是说他都是管总额 就是你不能够贷款太多 但是问题是 你只管总额 但是你不管内容 相关的内容 所以一个还没有去申请的都更 也可以直接立刻拿到将近十亿的新台币 然后可以堂妹去相关的关系人 是堂兄 是作为副董事长 你也可以贷款 超过十亿元 这都是被允许的吗 金管会管理如此的松散吗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求 要求财政部跟金管会 立刻彻查 合库AMC 这样子的不当的人事任用 还有不当的放款 相关的放款 有没有搬钱 有没有无鬼搬运 立刻彻查 也跟大家报告 何库啊 最近才换了一个董事长 才换了董事长 原来的董事长叫雷仲达 最近的新任董事长 雷仲达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喊话 何库的新任董事长 立刻去彻查 你的子公司 何库AMC的相关的人事 还有他的相关的业务 那也可以跟大家爆料一下 我们所了解 何库今天就召开董事会 就由新任董事长 应该是第一次召开董事会 蔡建新应该也要去参加 所以我们在这边希望 何库的董事长 何库的董事会 能针对我以上 所揭露的这些何库AMC 这样整个政治家族寄生 在公股的子公司 以及他的业务 可以一再放宽 为特定的企业贷款量身定做 我要求必须要做出彻查 也必须要做出处置 如果可以放任的话 这是不是代表 赖清德为了要总统大选 利用这些公股银行 公股金控 来利益输送相关的政党 相关的政治家族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这真的是吹哨者 看不下去 觉得可以这样子吗 国家就是你家吗 国家就是蔡家吗 怎么可以变成一个公股公司 变成一个家族事业 然后我也跟大家报告 我也欢迎我们各个金控的 甚至国营事业 公营事业的子公司 孙公司的这些朋友们 如果你们碰到像核库AMC 这样子胆大妄为 把全家人只差他女儿了 他女儿因为去年选议员 没有进入核库的系统 否则的话一家子都跑到核库来了 这样子的行为 这本来就是法不能容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的一个 寄生在公股的公司 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 我们的其他的公股相关企业的员工 你们也可以作为勇敢的吹哨人 不然的话那真的整个的国家 就因为这些特定家族 特定政治政党政治人物 然后整个的沉沦下去